小房店中母子二人激烈争论着 话题核心竟是母亲和情人的事 明月知道继儿迟早会来问自己 毕竟他对男女知识还不懂 明月告诉他 义渠君几次三番救了自己的命 对自己有恩 继儿认为有恩报恩就行了 为何要与他行苟且之事 明月解释道 隐食男女实色性也 他们之间不止有恩还有情 何况二人相貌相当 情投意合 合乎天伦礼法 可偏偏就是有人爱多管闲事 你父王的墓中 葬着魏王后和许多故去的妃子 她在那里并不孤独 营妻质问母亲 有没有为她考虑过 那些人在背后指指点点 让她觉得十分丢脸 指指点点 就把她的手给砍了 难道母后 你能把天下人的手都砍了吗 天下人多少衣不遮体 食不果腹 哪有功夫理会 毗邻踏上睡着的哪对男女 营妻顿时哑口无言 明月知道稷儿长大了 不然也不会来问这个问题 她相信 等稷儿懂得男女情事后 就会明白自己的不义 母亲一生周折 亲人寥寥 珍惜眼前所有 但稷儿记住 无论何时何时 母亲都不会弃你而不顾 弃秦国而不顾 稷儿知道母后的不应 明月告诉营妻 是时候该为她娶妻了 她为营妻挑的楚国公主 端庄贤淑又漂亮 营妻见了一定会喜欢 营妻离开后 香儿惠儿近来说 外面下雪了 就让敏月想起当初 在燕国做质子的经历 燕国的冬天最难安 幸亏有义渠军送的皮毛 营妻才能熬过去 以后我会日日出城狩猎 让你和稷儿 日日有不同样的新一串 好 你出门狩猎 去获取百兽之身 我此刻要出趟宫 去收服老臣之心 这个老臣自然是处理死了 自从芈月决定处斩七位公子后 楚离死就辞官不上朝了 香儿劝芈月明天再去 可芈月觉得 出门打猎若天气不好 反而能有意外收获 芈月来到楚离死的府邸 香儿敲响楚离死的门 楚离死一听 是芈月来了很是惊讶 但是她也知道 芈月为何而来 便以天赐一晚为由 请芈月回去 内忧外患 刻不容缓 老臣已经递上了此城 我还未允准 也绝不会允准 臣与太后还有何用 你可以与我无用 但你不能与大秦无用 与嬴氏家族无用 我要你 做嬴氏家族的定海神针 为嬴氏家族做一个大长老 我不情愿 说气话无用 作乱的朱公子 我是一定要杀的 楚离死听到 芈月还是坚持 要杀叛乱的公子 顿时感觉心里拔凉拔凉的 自己请辞 以为芈月会改变决定 没想到一点又没有 从孝公开始 到先会文王 秦国实行商军变法 纵然是王孙公子 没有军功 也不得加官进决 贵族与庶民同罪 旧族势力要年年虚弱 秦国依旧是嬴氏的天下 芈月希望楚离死 能懂得这个道理 嬴氏家族的子弟 需要一个有威望的长老 去引导他们 安分做人 用心做事 稳固大秦的江山设计 臣老呢 看不懂世事 料理不了朝政 太后 外面冰天雪地 天寒地冻 还是请太后回宫 敏月听完初离死的话 并没放弃劝说 她看着漫天飞雪 告诉初离死 自己在燕国 看过比这更大的雪 体会过比这更寒冷的夜 她会等他出来 一级一证 你一刻不出来 我等你一刻 你一夜不出来 我就等你一夜 你一世不出来 我就等你一世 我就不信 你一辈子也不出来 初离子也是个脾气倔的老头 你愿意等就等着吧 我可是要歇息了 于是 直接关灯睡觉了 敏月看着外面的白雪红莓 觉得别有一番风味 好景配好月 敏月拿起牌销 坐在初离死的房门外 吹起楚月 回想起自己这一路 走来的心酸过往 仙儿询问敏月 为何独爱楚音 敏月说 不只是因为这是香音 更是因为 只能让她随时保持警惕 楚国曾是屈指可数的强国 却渐渐没了 为什么 就因为那些旧族呢 固守旧制旧法 仅凭屈子一人无力回天 近日 我若是从这院子里走出去 秦国就有可能倒退 重蹈那些败落之国的覆辙 有关法度国家大事 绝不可退让 敏月的话 也是说给屋内的楚离死听 秦国如果不实行心政 就会像楚货一样 从泱泱大国日渐没落 楚离死听着楚音 回想敏月的这番话 就像是一把刀 在凌持她的心 只能捂住耳朵 装作听不见 她实在不忍心 眼睁睁看着公子们去死 第二行来 楚离死发现敏月 还在外面等着 即使自己对她还有怨言 可还是由衷地佩服她 不论是为了秦国大业 还是其他目的 就凭这份执着和耐心 足以让自己惭愧 楚离死赶忙请敏月进屋 奉上香汤屈寒 敏月明白 楚离死对自己有怨气 须又拿自己没办法 楚离死认为 自己比不上敏月 她没有敏月聪明 错 若论聪明 世人都说志如初礼 你不聪明 谁还敢说自己聪明 太后取笑老臣啊 我的确不如你聪明 但你却拿我没办法 因为我能豁得出性命 吃得了辛苦 我虽出身王族 却一直被人踩在脚下 一无所有 我不墨守成规 也不怀邪偏见 我既能一致绝生死 又能一笑敏恩愁命 这些你都不如我 楚离死就是太过聪明 又犹如寡断 患得患事 敏月要处置谋反的公子 楚离死就心痛了 敏月不跟旧族们妥协 不承认他们 借战略取的徒弟 楚离死又怕开罪他们 敏月提出 平宫论赏改革军制 楚离死又怕军心不稳 刚刚对完食顾及 掠食要食 楚离死又觉得 四处飘摇江山不保 你呀 把自己给吓死了 楚离死不赞同敏月的话 秦国若是大乱 敏月能夺掉 身为嬴氏子孙的他 和大王是夺不掉的 楚离死 你若真心忧国忧民 就站到朝堂上去 不管谁渡国害你 都与他势如水火 不共戴天 可他们是我秦国的王族 嬴氏子孙哪 是啊 那些跟随他们的人 都还是秦国的老旧族呢 可是初离子 你何不将眼光放远一些 想一想 若过十年 二十年 有一日 秦国再也不分什么 老秦人心卷贵 所有生活在我王旗 底下的都是秦人 如同七百年前 天下所有人 都奉周天子号令一般 那一日 秦法取代今日的周离 诸侯之间再无战争 四海归依天下奉秦 国泰民安 初离子 你可感愿大秦 有这样的一日 初离子对于芈月的雄心壮志 依然保持悲观的态度 雄心虽好 谈何容易 秦国刚刚才被割去了徒弟 还是太后您亲手所为呢 我要他们 如何从我手里拿走的 就要如何还回 并且要加倍奉快 他们不会任凭太后摆布的 不是 怎么知道 老臣愿与太后打一个赌 不敢说天下奉秦 老臣只盼望 秦国能恢复到先惠文王的盛况 初离子 还是心有弘怨的 天下奉秦 是秦国的必将成就 或许 或许 你我有生之年见不到 但该要我们的儿孙替我们做吧 说到恢复先惠文王的记忆 说到恢复先惠文王的记忆 就退居 就退居内功 不能再行干政 好 好 明媳 长达三年 不明白 秦国的记忆 秦桑文王既然恨商鞅 为何要祭奠他 让他的尸鞋 让他的尸鞋 就尸鞋 就尽给那个 让你爱恨交织的人 你是秦国后宫所有女子的夫君 于我却是第一个男人 我曾经爱慕于你 依恋于我 是你为父为兄 你对我有逃离之教 开导蒙昧之恩 尽管夫人之情 与你是最看亲的 远远比不过江山社稷 但你却给了我 从未给过其他妇人的信任 这第二杯酒 我敬你 谢你使我自重自信 从不妄自菲薄 才有了今日的秦国太后 这第三杯酒 有些难了 我一直问自己 倘若你在世 是否会情愿 拿你那七个公子的性命 来换取秦国天下的 长之久安 换取商君之政的重新推行 我狠心做了一件 世人都觉得为难的事 但若是不做 只怕秦国就要为难 我今日站在这里 是想对你说 我所谋划的 正是你曾梦想过的王徒霸业 有朝一日于地下相逢 我可以站在你面前对你说 我无愧于你大王银死 无愧于嬴氏列祖列宗 无愧于秦国县区的王陵 明月对着秦王敬了这三杯酒 在他的心里 嬴死是一个高瞻远瞩 坚持变法新政 有勇有魔的君王 对自己也是其他妃子 没有的信任和宠案 有讨理之教和开蒙之恩 他们之间的关系如父如兄 秦桧文王是改变明月一生的男人 也是因为他 才成就了历史上第一个太后 明月祭奠完秦桧文王又去探望了米叔 几年未见米叔苍老许多 太后来了 你怎敢不起身跪拜 我从未听说太后为何物 天下都知我是先惠文王原配之后 你口中的太后 只不过是我的陪嫁印女 即便迎继继位称王 她仍旧是个印女 我是大秦唯一的惠后 只有我 才是母后 沐昕告知米叔 因为失德 她已经被废掉后卫 大胆 想要废我尊位 也得等我到地下 由先王来废 由不得你们 没关系 她不用归我 即便废掉尊位 她仍是我的姐姐 这一声姐姐 米叔已经许久未听到了 自从当年杀人风事件后 米岳再未喊过她姐姐 米岳让沐昕先出去 她想单独和米叔谈谈 姐妹二人能否兵事前嫌重归于好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享 作者的每个视频都需要大家的支持 点赞越快 更新越快 李账 李贤 还可以 啊 不要